今天就是2024總統大選的正式投票日 而民眾黨的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一大早就和夫人陳佩琪 一起到戶籍地附近的金鉤女中投票 而就在投票之前呢 也一起接受採訪 來聽一下他稍早的說法 我跟你講我們這個平常心呢 睡得很好了 那今天子女會出來投票嗎 會啊 還沒起床 這幾天因為 就是比較做一些 厚體力的一個掃街的過程 所以當然是睡得很好 那我覺得主席應該也是睡得很好 因為他鼻子過敏 睡到睡到都打呼了 所以我相信他是睡得很熟 幸運小物之類的嗎 沒有啦 平常沒有那個習慣 我今天是把他特別 他以前身上一些跌針都把他拔掉 他並沒有特別給他加一個 自己的幸運的小物 以前沒有那種習慣 好了 媒體連訪結束之後呢 柯文哲也和夫人陳佩琪 一起上二樓和民眾排隊 等著投票 大約排了五到十分鐘左右 都進去偷開票所 不過相較陳佩琪的輕鬆 柯文哲的表情呢 則是略顯嚴肅 被問到到底有沒有信心 柯文哲沒有多談 而陳佩琪則是很有信心 說他有信心 來聽一下稍找他們的說法 反正每天把每天該做事情做完嘛 一樣啊 然後每一個階段 再計畫下一個階段 那你覺得這投票會高嗎 今天天氣不錯啊 應該會好一些 下雨什麼太冷就一定會有影響 好 民眾黨目前這邊規劃呢 在晚間的時候呢 就會在柯文哲的新莊 全國競選總部來舉辦 開票之夜的活動 而等到呢 最後的這個投票結果大致底定 柯文哲也會出現在進走 和所有的支持群眾來互動